酸甜爆爆水响嘴里说 生活酸甜有助 爆爆爱理物 各位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好 大家好 我叫杨开胜 来自贵州 然后现在在浙江金华工作 今年25岁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嘉宾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我以为2号换了个衣服 又下来了 这感觉是 秋月 加油 我刚想说 这个是我喜欢的 那个长相的类型 哇 谢谢 谢谢 你们今天要四个人 拍全家福 全家福 有点挤不下去了已经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吃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女方能够陪我的妈妈去逛街 你参加不参加 我参加 因为我妈妈她从小喜欢女孩子 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个男孩子 他挺嫌弃我的 那我就希望对方的话 能够陪我妈妈逛街 就突然满足他一个小愿望 变秋月 是刷你的卡吗 当然 好 那没有问题 方子怡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说一下 如果我也喜欢逛街 然后阿姨也喜欢逛街 然后我们俩每天逛到 昏天黑地的 但是非得拖着你去 你怎么办呢 跟得去呗 很好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吵架之后 不来哄我 哎呀 范浩然 10号太合适了 太会哄了 男嘉宾 你好 我是非常会哄男生的 就是我不会和你吵架 如果你非要和我吵架 我会好好哄你 这位20多年了没生过气 没发过怒 然后所有争吵 愤怒 都是他哄男朋友 马上就灭灯了 这个6号 这个6号 我不太行 我觉得就是 我希望男生多 就是包容一下我 但是这一个点 我是一直在我恋爱中 是很介意的 是这么回事的 就是吵完架之后 我肯定会去哄你的 吼完你之后 我也想让你就稍微来哄我一下 因为谁不希望自己当一个宝宝 也被别人 当一个宝宝也被别人 明白了 炒完了有酸有甜 然后一起抱抱那种 恕我直言 这两个问题连在一块 稍微有点惊艳的女生 就会迅速总结 第一 陪我妈妈逛街 哄哄我 都是以我为中心 我妈妈的需要 我的需要 这两个问题 都并没有涉及任何女生的感受 她们是被提醒了吗 你赶紧解释一下好吗 其实希望大家能多一点互动 因为如果和妈妈逛街的话 能够融入到家庭里面 你如果重新设计这两个问题 可以怎么表达呢 如果重新设计的话 我应该会问 你会和我们一起去逛街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吵架之后 你会就给我一个台阶下吧 之类的吧 这好多了 听上去略好一点 对对对 那应该这么说 请你允许我陪你的妈妈逛街 你别说 还真的 女婿陪丈母娘逛街的气场 跟儿媳妇陪婆婆的气场 真的天上之别 对啊 因为女婿和丈母娘搞不来的概率不大 而媳妇和婆婆搞得来的概率不大 所以她一上来提了一个难度系数非常大的 这种事只会在一种情况下 我非常知道这个女生非常非常爱我 而我妈性格也很随和 才会有这个前提 而不会涉及到都还没有展开的时候 把陪我妈逛街作为一个要求 这个是对女生来说 门槛一下子是有 看看第一条片子 你好 那我就问你一些问题 你谈过恋爱吗 有谈过异地恋吗 你觉得在一段感情之中 信任感是否重要 你是会选择一个你爱的女生 还是选择一个爱你的女生 你以为我是心理医生 其实我是 我叫杨开胜 今年25岁 现在是一名剧本刹店员 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我的人生心跳 从小打篮球 才竟想考体效 但是我的父母反对 所以我报考了一个工科专业 结果我发现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真的很难 从那以后我就坚定了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能被别人影响 毕业后爸妈想让我考去稳定的单位上班 我参加了考试 也通过了 就是想告诉他们 给他们一个信号 我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我并不是因为我不行而要出去 而是我行 但是我想走我自己喜欢的女 之所以会问玩家情感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剧本刹店 它更像一个婚建所 我们也负责给来的单身男女创造机会 根据他们的回答大致判断他们的性格 来匹配相应的人物角色分发剧本 偏向于去会去付出的话 那我们就会根据他这个性格得出 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 我们就会把剧本里面的付出型的 那个人格的本给他 快捷地融入到故事里面 有一个更好的游戏体验 我也会经常遇见一些 在暧昧期的单身男女 提前来给我打招呼 这种一方有印象的 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机会 有一些玩家他代入感很强 玩完剧本刹之后趁着打铁 成功率往往会非常高 因为家里很多人从事公安工作 这也养成了我谨听性高的习惯 陌生的电话接了 基本上都会等对方先讲话 请你提供一下 你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 不需要了 谢谢 所有涉及到私人信息和钱的电话 我一般都不会相信 直接挂掉 微信和短信上的一些陌生链接 更不会轻易点开 晚上下班打车回家 我都会当着司机的面 拍下他的车牌号发送给朋友 也会在APP里设置紧急联系人 无论男生女生 都要好好保护好自己 虽然我生活中紧急性很高 但恋爱中我会完全敞开心扉 希望找到一位 能够走进我心里面的女生 一起来过我们喜欢的生活 2号 哈喽 男嘉宾你好 我看你是有经常去帮带本是不是 对 对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情感本 你是不是那种 我很容易会哭的那种 我会 你会 我玩情感本的话 我会很代入的 就不管是亲情爱情 我看看有机会的话 很想你帮我也带一个情感本 可以啊 欢迎 陈奕涵 好 男嘉宾你好 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反诈 因为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银行 其实我对转账汇款这一块的警惕性也非常高 包括当时来的那些客户 有的年纪大的 他们就可能当时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说什么我要汇款到哪儿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多次确认 对对对 接的事情确实挺多的 大家也是警惕性的高一点 14号 14号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上海的电话给我打电话 说我中了一块金条 我说你打错了 不是我 他说你确定不是你的吗 王女士 我说确定不是 打了三遍电话给我确认 我就想到我年初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扫了一个那个码 说什么金条码 然后我就点开那个APP一看 我真的中奖了 我真的真的中了一块金条 后来我主动打电话说 金条是我的不好意思啊 麻烦给我寄回来 真的寄回来 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防诈骗的时候 还是可以稍微确认一下 不要错过那些情绪 我觉得他的两个故事我都听进去了 一个是可怜的小杨 一个是到处都是诈骗电话的时候 他碰到了一个真的 刚才他们在讲的时候 我内心首先我认为 你们说的都对了 要有一定的反诈的常识 单身女性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有一些防范的意识 不是不对 很多人在分享什么 不要接陌生人电话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打车是一个常识犯程的事 我们现在上车是 车子一过来 告诉你 我先给你拍照片了 我给你拍下来了 车牌拍下来了 前后都拍下来了 拍了一圈视频 我发给我朋友了 我告诉你 不要有任何想法到时候去哪里 我是什么 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 我每天都会碰到人 这样对待我的时候 我们难道不希望有一个 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并且和谐友好的那种关系吗 是 其实 防范人性的恶 是有两个部分来完成 一个是我们个体 像你刚才拍照等等 还有一个是制度 其实真正的一个文明社会的 基本建构 防范人性的恶是交给制度的 比如说上车 其实现在的营运车辆 基本都配备了车载摄像头 还有车载的一些 时音的功能 加以防范 个体要先把人预想成善的 加以信任 我们节约了非常多 社会运行的成本 整体的社会效率 才能提起来 我看下一条片子 不同的爱情有着不同的剧本 我有着两段 截然不同的爱情经历 曾经的我很看重第一感觉 那天我和室友 正坐在路边聊天呢 他和他的朋友 恰好从我的面前经过 我抬头那一下 就正好对上他的视线 你知道吗 当时那一瞬间就觉得 哇 这个女生的眼神里面 藏着星辰大海 一瞬间就沦陷了 就下着决心 开始追她 之后的日子里 我一直在追她 但她对我有点爱搭不理 你知道吗 我闺蜜挺喜欢你的 我这个人呢 是只要我喜欢上你 我认定你了 其他人怎么喜欢我 多喜欢我都与我无关 我很坚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 陪伴了她三个月 她才终于答应和我在一起 但在一起以后 她总说跟我相处很局俗 才相处了一个月 她就提出了分手 她可能就考虑问题 考虑得比较多 就像我之前说的 她可能就觉得 别人追我或者干什么 她觉得这个关系太尴尬了 导致她自己过不去这个坎 也就能够理解 她当时的做法了吧 后来的我发现 感觉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第二段的感情 是一个很活泼 主动追求我的女孩子 刚开始我对她 并没有这么心动的感觉 想着如果没有百分百喜欢 就不要耽误人家 但看到她和别的男生亲近 我发现我竟然有些吃醋 有个男的一直在追她 那一个星期里面 我就一点东西吃不下 不夸张 跟电视剧里面演了一本 一点东西吃不下 一个星期我瘦了十来劲 我天天就看她俩 她们俩在操场 我就坐在操场角落里面 看她们俩 于是我主动出击 把她追了回来 临近毕业 她家人觉得我老家太远了 这个男生不适合你 你还是得找个本地的 她想考研 那我就陪她考研 我们一起读同一所大学 这样我还能再陪她三年 我的恋爱观 其实跟我的生活 人生观是一样的 我会为了我喜欢的事情 去付出我所有的努力 即使知道我们没有结果 研究生考试分数出了之后 我过去让她没过去 她跟我说在家当了老师 也打算在老家结婚了 希望能遇到一个 爱笑的女孩 书写我们的爱情地位 22号 你前面有段感情 就是别的异性去追你 然后她才 因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所以才跟你提的分手 对吧 其实我也不大确定 她是不是这个原因 但因为当时我追她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两个朋友喜欢我 她两个朋友喜欢你 后来谈的那个女生 你发现有别的男生去追她 你竟然会吃醋 我跟她是什么 是她一开始去追我 但是我不喜欢她 然后后来她就追了我 可能半年吧 我感觉她很真心 不妨试一试 看一下是不是合适那个人 对吧 后来发现日久生气 我已经爱上她了 我就很坚定地选择她 包括后面考验精生什么的 我都很坚定地 站在她的旁边 她妈妈不喜欢我 我就觉得没关系啊 我爱你啊 我们俩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们过好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就好了 其实可能我觉得你在感情当中 对于异性的这个处理 还是做得不够好 因为女生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 一个一种类型 所以她肯定是觉察到你生活中 有一些这种情况发生 才会去说我过不去这个坎 会跟你分手 这个倒没有 那两个女性朋友喜欢我之后 我没有跟那两个女性朋友联系过 我也跟她看我手机 就你可以放我手机 你可以随时查我岗 然后我也跟她说了 就是说她们两个喜欢我 那她们的是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只要这一点就够了 我坚定地站在你的这一边 她们两个我是不会搭理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一点 有没有人要说一下你的看法 马语哥 我想问你说你不想对我 搭理她们 然后也不喜欢她们 就不能直接删掉拉黑吗 说了我之前不知道 是她跟我说了我才知道 然后我就不联系了 就删掉了 2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很喜欢 我的男朋友的情况下 我不希望她为了我放弃 她的事业也好 或者是为了我放弃 她的学业也好 对我来说会有压力 对可能我会在这方面觉得 可能还欠缺了一点点的成熟 其实这个是之前的感情了 就从之前的感情 也能学到一些东西 也得到一些成长 包括我前面两个问题 也是因为我觉得 我之前的感情里面 就有一点一味地付出 也不去思考一些其他的东西 现在我还是觉得 两个人的感情 还得就两个人一起去建设 一起去向美好的未来去走 我觉得刚才这一轮密集灭灯 跟你刚才的第一段故事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 情感的经历当中 只要闺蜜出现 无论她承担什么角色 然后起到什么作用 大家会下意识地 就是往最坏的那个角度去推 而且一下你出现了两个 这是平方级的炸弹 就是 能理解 能理解 我大概现在接受到的版本 应该是 可能他们三个同时遇见你了 然后有一个 一下就吸引到了你 但是另外两个被你吸引了 然后你就追了其中一个 但是她因为各种原因 然后最后放弃了 前面有三个月的追求 加一个月的相处 所以有两种可能 一种她并没有那么喜欢你 尝试了一个月 发现了确认这一点 还有一点是她觉得你不错 但是那两个闺蜜 可能十几年的交情 有很多的女生 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失去一个 才谈了一个月恋爱的男生 对她生活质量影响不大 同时失去两个闺蜜 生活变化还挺大的 再见 谢谢你